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 其实您的这个摄影的工作 跟有的摄影师可能还不太一样 可能在人民日报这个平台上有一些特殊性 看到网上您的很多介绍里面都讲到 您见证了很多很重要的时刻 作为这个摄影师 比如说您曾经登上过这个天安门城楼 我可能对于一般的人来讲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包括拍摄了很多领导 最开始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可能也比较年轻 就承担这样的一份工作 是什么心情 当时还记得吗 特别紧张是吗 紧张到谈不上那时候特别自豪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三十年后的这种媒体状态 包括媒体从业人的这种地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当年你想三十年前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毕业到人民日报工作 然后报社给我发了一套相机 就那个时候每天上下班要做工汽车 我那时候就感觉特别自豪 当时我去坐九路回家 然后我就把那相机背在身上 就感觉那家伙 这全世界就 大家都得看我 因为我那时候相机非常非常贵 好几万块钱 我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 几百块钱 所以觉得特别自豪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就有点那种张狂 年少轻狂 年少轻狂 就是点浮夸 因为那个 就是你刚从一个毕业的一个学生 然后瞬间就变成了一个 大爆的媒体的一个记者 然后按照那个年代 三十多年前的 三十年前的那种状况 大家对媒体 对媒体 对记者的那种 那种看待的那种地位 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狂 我觉得哎呦 那点就是 就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没有我接受不到的人 就这样有做法 但现在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变化 主要变化在哪里 现在两个变化 一个是首先自己年龄的变化 随着那个年龄的变化 其实你见经历的事那么多 经历的事非常非常多 那么经历这么多事之后 你会 人会变得相对沉静下来 尤其现在我们的媒体状态 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那么多的媒体在发展 而且我们说了 现在不光是传统媒体 现在还有很多新媒体 还有很多自媒体 就这样的一种变化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 一个从职业上 或者从所谓的 心理上的一种冲击 就觉得你 你不再那么牛了 你不再那么炫了 当然也是跟着自己年龄的变化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 这三十年来 我确实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 我回顾了一下 将近三十年的历史 从今生涯 我就觉得 我曾经说过 当然后来人说 你这个有点太夸张 我说 说来听 近三十年来 中国发生了所有的大事 大喜 大悲 大事件 我说我都是亲历的 后来有人说 你敢说你 所有的吗 其实我想想 要客观地想 还真是所有的 但是前提里有个大 就大的喜事 大的悲事 大的事件 都是亲历的 但是后来我把那个 所有改成众多了 我觉得还是 人家不能太畅狂 改成众多 但是其实这里面 有很多很多事情 是对我人的一种历史 比如说喜事讲一件 悲事讲一件 喜事当然太多了 你看 包括我去天安门城楼采访 有多少次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这个 简直隶属不过来 非常宝贵的经历 中国发生的这些喜事 那么我们先说说悲事 因为悲事 我觉得也是 你看 最大的悲事 我们现在 在脑海中 还能有印象 就是问山地震 这样的事 问山地震 我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下午两百分钟 当时我们 我记得好像是星期一 因为我们报社 每周一下午 就要开一个选题策划会 所以我就那天去开会的时候 突然间接到信息 那时候回向现在的手机 那个微信 也没有微信 也没有这么多 那个信息 但说到接到一个转信 所以记载了 所以当时那个会 我就没开好 我马上要走 那个时候机场已经 暂时关闭了 所以我们就 经过一番周折 到了问山地震现在 那我在问山地震期间 大概待了十几天的时间 我带了俩包 一个呢就是我的相机 电脑 装了一个包 另一个呢 带了一个帐篷 睡袋 加缩饼干 那十几天 那样 那么度过 也见证了很多 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 对我们的冲击力 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实际上这个事呢 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影响在哪里 我觉得大在两个点上 一个是对我们新闻传播的 这个业态 我觉得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 不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 那最后沉浸下来的东西 一定是那个凝固的影响 那个凝固的那个画面 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事到明年 整整十年了 明年是2008年 整整十年 就跟陈陈陈陈这十十年 所以一个过去了十年的事 我也常常做这样的测试 你当你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 这个事到现在还能印在你脑海中的 那个影像到底是什么 不是那个印象到底是什么 我始终挥之不去的 就是一个中年男子 骑着摩托车 把自己遇难的妻子 背在身后用床单裹上 就给回家的那种事情 那么实际上这个画面呢 它就是一个凝固的影像 就是我们所谓的照片 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们对电视上 对网络上 甚至我们手机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它的很多那种散乱性的 碎片的信息 碎片的那种 我们都记不住 都记不住 那真正能留下来的 一定是那种凝固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听那个程凡员老师 音乐家 韩唱歌手 当年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就说我一个 他说我是一个音乐家 但是呢 我现在特别愿意拍照片 他说他愿意 现在特别特别愿意拍照片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当我的音乐语言 无法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感的时候 我更愿意用一种静默的力量去表达 那么这种静默的力量是什么呢 恰恰就是我们静态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忽略 说我们现在有了这种 新的这种手段 新的设备 新的传播方式 我们可以有更多 更炫的东西出来 我们就会忽略到很多 我们过去坚守的那种传统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 恰恰是那种最速度的 最传统的影响 它的传播力会更深 它走的会更严 它的影响会更大 在黎格刚刚入行的年代 摄影还是一项 令人望而却步的高技术工作 而现在呢 随着数码产品的广泛普及 摄影的门槛是越来越低 介统相位男女老六 无关职业 人人都能够拿出一副相机 或者是掏出一个手机 随时将你相机 而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信息 也为大众服供了更便捷 以及及时的信息可控制造 所以随时随地了 他人身把自己记录的 人家手机 那么在黎格看来 全民摄影师带的到来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样一波浪潮之下 传统的职业摄影师 都应该如何找点 当然你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手机中 不光年轻 我也生活在手机中 我现在根本离不开手机 全民都是这样 我兜里根本没有钱 咱们过去说要出门 要什么伸手要钱 是吧 身份证 手机 要是钱包 现在钱包不要了 就伸手要了 没有钱了 现在我们只要一手机 我就可以 抓在国内吧 国内国外其实也很多地方 是可以了 是吧 国内其实你根本就 根本不需要钱 所以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中 现在我们就发现 手机用手机拍照 已经不是一个个体的事件 个体的一个现象 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事 其实我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我们有时候还会评判 你喜不喜欢摄影吗 你是不是爱好摄影 是吧 但实际上 现在我们知道 用手机拍照的人 可能大部分 不一定是喜欢摄影 她不一定爱好摄影 但她为什么 还要用手机拍照 你为什么要用手机拍照 很多女孩都是拍自己 拍完自己干嘛 留下来 这是一个记忆 那是后话 我觉得你拍完自己 第一件事 你是发朋友圈 对 分享 对不是 还是要分享 是吧 你是要发朋友圈 拍给别人看 那是要获得别人 对你点赞 那其实这个行为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要证明 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证明我还活着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 我不但还活着 我还活得挺好 我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您说到这个 我想起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 说在这个时代 没有照片 记录下来的东西就不存在 是的 就是我这顿饭吃了 我没有拍照 我这顿饭等于没有吃 没吃一样 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吃的饭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这种关注 别人对我的关注 因为它表达了我的一种存在感 或者说咱们再提高一句话 就是说实际上表达的一种仪式感 就我对生活的这种仪式 是很重要的 不在于我到底吃没吃饱 我在于到底穿没穿暖 而是要表达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觉得手机摄影 就是要培养我们 现代人的一种表达的态度 中国人跟西方人 我们说东西方文化这种对比 这种差距 其实是特别明显的 为什么明显呢 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看 中国人相对比较含蓄 比如我在马路上看你了 咱俩素不相识 我说你真漂亮 你首先感觉什么 这人肯定不怀好意 是吧 这也是一怪叔叔 是吧 那国外就很正常 我要说做到马路上 我觉得你真漂亮 他会觉得非常高兴 他会对你非常友善的一笑 这就是很大的差距 就我们中国人这种表达呢 更含蓄 我们更内敛 国外呢西方文化呢 更张扬 但是既然我们提倡 我们提倡啊 更多的人愿意用手机去拍照 其实是培养大众的一种文化表达的习惯 就是我们要善于表达 这种表达非常非常重要 也许我们不是常说吗 也许我们今天传到互联网上的一张照片 一句话 很有可能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组成步 那么这种组成步也许再过了一百年 二百年之后 也许你的照片 你的一句话就成为经典了 但是这种全民摄影的时代 用手机来记录跟表达 对于我们的这个摄影师 摄影家也好 就这种比较专业的人士来讲 它带来了什么呢 实际上呢 我是现在我们很多业界的人啊 都有这样的担忧 或者焦虑 大家都在说 哎呦 都在唱衰是吧 都说哎呀 我们的纸媒可能会消失 我们的这个职业 尤其我们摄影记者这个职业 可能会消失 是吧 我们现在逐渐逐渐会边缘化了 像我们摄影记者确实现在边缘化了 因为我们报社 你看我们人民日报 其实这些年 新媒体发展的非常迅速 而且这个 这个 传达 传递出来这种产品 多样化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看了很多东西 我们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爆款 事后我们发现 哎呦 居然出自人民日报的这个 这个创作团队啊 我们的新媒体创作团队的那个年龄 也非常年轻 大概就二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 承担了这个主要的工作 所以其实呢 我们今天来看 是不是好像 我们会有一些担忧啊 会有一些焦虑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忧 大可不必 首先 我是觉得 新闻摄影永远存在 只要这个社会发展 对影像的需求永远是要 是需要的 尤其对新闻影像的这种需要 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毫无担忧可言 那么另一个词呢 要知道叫 树叶有砖工 这人民日报我们的一个 培养记者的方向 我们叫培养 专家型记者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你从事哪个行业 或者你跑哪个口 你能把你这个口 做到你心中了然 做到你能有话语权 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这个是我们报社 当然也是我们 我相信我们财新更是这样 成为我 成为这个专家 想的这个人 我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才去努力 我到报社 我到人民日报之后 我特别特别佩服 那些在某一个领域有话语权的 你看我们 我们那个跑中国银行的记者 他甚至都可以给 中国银行的行长 去写这样的发言稿 去写这样的那种行业的这种评论 终述 我觉得那这样的记者是 非常非常了夺的记者 咱们财新的很多记者 很多专家 那就更加厉害了 作为这个财新评源 对国家的大势 发展大势 有一种预判 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 这种疏力 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社会 永远是需要 有专业眼光 专业背景 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方面图片的利用率 和传播率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 图片的侵权性 也是有进步之一 根据2017年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 发展报告显示 2016年 中国网络核心 版权产业的行业规模 获获了5000亿元 以文字 视频和音乐为主体的 用户库库模式 迅速发展起来 而网络图片的市值 几乎互利为净 与之相对 在清权盗版上 2016年的 所有的网络清权案件中 网络图片 清权案件排名第二 占到了24% 针对图片 图片版权保护薄弱 这样的一个问题 几个都会提出 什么样的方案呢 关于这个图片的 版权保护的问题 因为这个对于 可能创作者来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些年来 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国家的这个图片 版权保护 作为 你比如说 您作为这种从业者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是因为互联网的 这种普及 这个信息的爆炸 它越来越薄弱了 还是说 大家的意识再增强 其实大家越来越强 我们过去 没有这样的危机感 现在我们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我们拍了你的照片 我登在报纸上 没人去告你 我登在这个 我自己或者是 做成艺术品 我去做展览 出书 没人去理你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试试 现在随便 可能随便一个事 你就会成为被告 随便一个事 你可能就要 负一定的这种 这种社会责任 所以我觉得 现在是更加 更加严格的 一个是从国家的层面 从整个社会的层面 另一个从每个人的 这种意识 它作为个体的保护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越来越强 其实版权 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跟相对应的 就是创新 就是如果我们 不去保护 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去创新 我们这个国家 怎么去创新 作为我一个艺术家 我怎么去敢创新 因为我东西 都得不到保护 我怎么去创新呢 那我相信 如果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强烈的 版权意识的话 那我觉得这国家 就会有大量大量的 这种创新的东西 无论是技术的 还是艺术的 我就对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鼓励 叫全民创业 万众创新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国家的发展 一定是靠创新 再来驱动的 当今社会 我说当今这个时代 它就是一个 创新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主题词 所以创新 那另一个 就跟你说 它一定要得到保护 它才有这样的一种 机会 有这样一个土壤 它才敢去做 它才敢去做 你看我们摄影也好 我们摄影 我们经常会说 照片卖不出钱 照片不值钱 为什么不值钱 因为老百姓觉得 照片怎么值钱 你看 我从网上随便 当一张不就完了吗 我把当一张照片了 我要觉得照片好 是吧 我还多少有点传统的 这种文化情绪的话 那我把照片拿出来 我到哪个坦克店 就扩一张 装镜框挂家里 不就是装饰吗 他认为 这没有成本 我为什么要付你钱呢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版权保护 特别多重 我们大家的意识是增强了 但是在实际的 这个操作层面 很难控制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 文化消费习惯 我们买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要花钱去买 但是我今天 如果咱们是朋友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今天出了本书 你肯定会说 那你送我一本 你绝对不是说 那我去买一本 你绝对不会的 看戏 有朋友送我一张票 对对对 我前两天 北京国际音乐中 我一个朋友送了我好多票 因为我都觉得特性的 因为你送我票 你让我花钱去看 当然我本人 我也喜欢音乐 但是说 要没有人送你票的话 你愿意花钱买吗 很多人不愿意 不愿意 所以我们就是说 实际上还是没有 培养一种文化消费的习惯 我们知道这商品 是一定要花钱的 但是我们对艺术品的 这种尊重 现在还不够 所以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 之前你讲的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现在每一个传统的行业 都在要拥抱互联网 拥抱大数据 拥抱人工智能 那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 这个摄影的行业 怎么样来拥抱互联网 它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能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没有的 那么实际上对中国 中国我们说 我们常说中国特色 中国摄影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复制不了 因为中国摄影跟扶贫 有着跟扶贫跟创业 刚才你说了 跟创业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比如我们中国摄影家协会 我们在做这个 现在在推这个叫 中国摄影小镇的概念 这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喜欢 尤其那个旅游者 大概80%到90% 都是愿意 都喜欢摄影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那个到国外 到各地的旅游团 都是长情短套的背着 是吧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摄影小镇 实际上是不是说 当然首先是引大家去那拍照 那有很好的摄影资源 无论是风光的还是人文的 是吧 那有一个首先有资源 其实我们做中国 现在大量的乡村 这种资源多的是 不一样的 个性化的资源多的是 那么这种让人去 那去了 首先他要有满足 基本生活需求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需求 那么这些需求谁来做 政府来做吗 也有可能政府来做 政府投 但政府投的这个东西 不是这些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上 要引导当地老百姓 自觉的加入到这个系统中来 去创业 比如说我自己开农家乐 摄影主题农家乐 那我首先会吸引到 更多的摄影爱好者 到我这来住 我觉得 我们摄影的产业化的 最高境界就是 就是一个人到当地去 他只是一个人去 两手空空 只要你穿着衣服来就好 你想要的所有的服务 都可以通过互联网 满足你 让全力服务 就是我们的摄影的工作 比如说我就穿着一个西装去了 突然下雨了 那我需要一个户外的服装 或者我今天要拍一鸟 我要蹲在那山沟里头 天气很冷 那就有人给你租你那样的 厚的云红服租给你 或者要帐篷租给你 或者我要需要一个森鸟架 或者需要一个大炮筒 或者需要什么像是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有人租给你 那你想这个不就带来了 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创业 致富吗 所以这个就是 摄影产业化的一个 我一次去浙江拍照片 也是拍一个大瀑布 我就蹲在那石头下面拍 旁边一个小卖店的 一个老板就说 兄弟你那个位置不对 你应该站在我这个位置的 上面的石头上拍照 你应该用多大的光圈 多大的速度去拍照 都是专业人士 黄山也是这样 黄山一个饭店的一个厨师 屡获大奖 因为他能够在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时机 拍到最好的照片 别人跟他比不了 他就住在那 所以我觉得你看 这些东西慢慢都变得 都是摄影带给我们的东西 他不光是物质上的东西 到一段层次的时候 那这些人也许都会成为 艺术创作的一座分子 除了新闻摄影工作以外 黄格也常年关注中国 特别是农村地区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常年深属乡村 进行即时拍摄和艺术创作 并首创将摄影 绘画 书法 转刻等多种艺术形式 与武法手工技艺相融合 形成了非常独特的 跨界艺术作品 他曾经先后推出了 大型禅修文化之初新系列 中国城乡店 牵制原乡系列等等 特别艺术展 获得了很不错的板像 您刚刚讲 您现在还之前画画 画画 现在搞书法 我看到您带的这些 您带的这些 就是您现在主要 现在等于是转型了吗 对对对 主要的工作 除了当然本身这个摄影的工作 还是在继续做 对本质工作还在 对 然后但是把一些经历和兴趣 也放在了您这些画的创作上 我这些画是这样 其实你现在手里拿的这些 是我这些年特别重要的一个选题 选题是什么选题呢 叫原乡系列 原乡实际上 要从某种角度来理解 它可能是个动作 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所以叫原乡 我特别愿意关注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 就是我们看这次持有大报告也特别提出来了 到2020年 我们这个国家要实现全面脱贫 那大概多少人 5000万到36000万 5000多万人口 要实现脱贫 那么这个脱贫是个什么概念呢 脱贫带来就是变化 那这种变化 不仅仅是外在的变化 建筑 老房子 没了 土路 没有了 不是完全外在的这种变化 而还有很大一份程度 反映了人的这种 中国农村 老百姓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曾经在河南 在一个村 住了几天 我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过去老百姓 每天都离不了的那些生产生活工具 现在都被农民扔出来了 当废品一样扔出来了 比如说那个大缸 不过去这农村的 如果说这个 谁家没有一两口这缸 都没法过日子 因为粮是要储存在里面 那些土豆啊 什么红薯要储存 储存在这里 是吧 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生产生活工具 现在扔出来了 后来呢 他们就搞这个农村旅游 就把这缸干 变成什么 变成垃圾桶了 这边写是可回收 这边写是不可回收 那就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地窖 那老头我去那 那有一老大爷家里 老大爷在拿 拿一铁壁子 把那地窖得盖上 他说这也得盖上 有好多游客来 谁也不注意 掉那地窖里 可麻烦了 荒废了 不光是生产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文化的东西 切断 断层 这更厉害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说 真正说你 过了几十年 咱们不是过几十年吗 十年 几年 你回到你的家乡 可能你就会觉得 很强烈的陌生感 这种陌生感 不是来自外在 而是来自于 内在的那种文化的 一种钻盘 所以我其实现在 关注的大量的 都是 这个中国乡村 文化的这种传承 那我这个传承 有两大块 一块呢 其实通过 现在目前中国的 这种所谓的 非物责文化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非物责文化 传承人 这种非物责文化的 这种手工技艺 我们现在 逐渐能够显示 所以我现在 大量关注的 还是这种传统文化 在这个 现在这个 快速发展社会 上面这种变化